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来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在修道院 所以我也有跟教会一些信徒说 如果您有关于属灵生活 或是在修道院的生活或其他的事情想知道的话 可以提出问题 如果我知道的答案我可以帮你们解答 如果不知道的答案我会请教神父 那今天我要回答的是 有一个教会的信徒他跟我讲说 成为修士可不可以回家看他的父母亲 那如果不可以 为什么呢 那我直接回答第二部分 可以的 所以也不用讲为什么 是可以看你的父母亲 当然有一点我要讲清楚一点 就是你的父母亲也可以来看你 你也可以去看你的父母亲 那有一点我要讲清楚的就是 这个不是像说 父母把小孩送到幼稚园去 送到幼稚园你很担心第一天上学的情形 可能你会跑去看啊 偷看或什么 可是我们要想到修道生活 通常都不是小孩子 那都是都是成年人 你说有的小孩子也是在修道院 通常小孩子在修道院大部分都是孤儿 孤儿他们就是看顾他们 看顾他们 但是他们也没有说你要成为长大 然后要成为修修女或修士 那是他自己来决定 所以基本上就是成年人 那成年人你自己做这样子的决定 那当然父母是可以来拜访你 你也可以回家拜访父母 并不是修道生活 是一个绝情的灵修生活 他绝对不是 他是一个爱的灵修生活 那他是透过更专心一意的 为就是需要的人来带导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祷告 但是不可能 时时刻刻记得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觉得修道生活是很简单 就是你去教会 三餐人家准备给你吃 然后你只要祷告就好了 其实并非如此 那你要就是 他的那个生活虽然很单纯 但是是非常有规律的 那是有要非常警醒 就好像我在修道院 他们是五点起来乘到 那你不起来也不会怎样 也没有人会说你啊 说我啦 那那个修女的话 可能院长会跟他想讲话 问他最近情形是怎样 因为我都有起来 我都五年前 我都比人家早起来 因为我好强嘛 也不是说的好强 因为我手机 手机有闹铃 那修院修道士 他们是没有手机 手表 然后电话 他们办公室有 就是手机的话 可能要去外地 采买东西 或是办事情 会带那个手机 通常是没有的 那他们有一个木板 会敲打 然后就是 让你起床 就是知道时间 那所以还在回到 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修室可不可以回家 当然是可以回家 回家 当然也不是说 一个礼拜回一次 或是很长回家 那就不大像修室生活 就好像 当然这个比例 举例不是很恰当 就好像一个人 他去当兵 他不可能三天两头 就跑回家吧 因为他是有一个戒律的生活 而且当兵是你是执行这样的义务 那灵修生活不是你执行什么的义务 是你自发性 你愿意成为修师或修女 那所以他跟这些又有些不一样 但是你就是主要要专心在你的时分上 那你是可以回家看父母 这些事情 当然有些特殊的状况 你可能他病危或什么 你可能一个礼拜都待在那边 所以他是视情况而定的 他是一个爱的灵修生活 所以他是可以回家的 那这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信徒要成为东正教徒 他会觉得是很多局限 这个我再录下一集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个 等一下再录下一集 就讲到一些 对东正教徒的误解的限制 好 我们马上开始下一个 这一集就到这里 谢谢